Hello,大家好,我是久莉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关于Safra八折的一个产品推荐分享 其实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Safra打折的时候做过这类视频了 所以这次呢就想借今年Safra最后一次打折这个机会 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这些护肤还有彩妆品 也希望可以给大家种种草 然后关于这次打折的具体折扣码呀,还有时间 然后包括我今天视频提到的所有产品和他们的购买链接 我都会把这些信息放在视频下方信息栏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就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推荐产品 就是包括护肤和彩妆这两大类 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Safra八折我自己的一个购物清单 然后那我们就先来从护肤类开始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一般Safra打折我自己买护肤品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囤货 因为我觉得以现在Safra就是每年三次的这个打折力度来说的话 其实护肤品是不太需要囤货的 而且那种可以让我一直坚持不断的用下去的产品其实非常少 因为就是一直想有新的产品要尝试嘛 然后首先Chorus的这个洗面奶是我今年就是8月份Safra打折的时候入的 买它呢主要就是想来替代一下我之前一直特别特别喜欢的Bossia的这一款 因为我的皮肤是混合偏干就是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是脸颊比较干 然后T区比较容易出油 所以我一般喜欢的洗面奶就是那种起泡比较丰富 然后洗完以后不会让我觉得脸部很拔干的这种产品 然后Chorus包括Bossia的这款它们都是可以非常完美的达到这两点 然后这两个品牌它们也都是在Safra带绿色Clean那个标志的 所以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然后再加上它们本来的原价其实也不贵 所以打折的时候入就特别特别划算 然后下面就是OTL他们家的这款美白淡斑精华 这个也是我就是前几个月打折的时候刚入的 然后现在也用了差不多一半了吧 但这个我这次应该不会回购 因为秋冬了嘛就还想买一些更滋润型更偏修复型的精华来用 OTL这款它主要功效就是淡斑然后聚斗印 然后包括美白提亮 我觉得从它功效上来说其实美白的效果是基本上没有的 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是有让皮肤变得更通透更有光泽感一些 我觉得就是皮肤的通透度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吧 然后它淡化就是有新鲜红豆印的效果其实也是可以看见的 然后这个精华它的质地是属于流动性比较强的 然后包装是设计成这种低管的形状 但是它这个瓶子的开口还挺大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就它这个液体低的到处都是 然后我每次基本上是取大概半滴管的这个量吧 然后它是那种非常水非常好推开 然后上脸吸收也很快的 再来跟大家推荐一款我今年很喜欢用的眼霜 就是Pharmacy他们家的这一小罐眼霜 它的质地确实是我用过的所有眼霜里面最水润最好推开的一种质地吧 它里面的膏体就跟他们家那个卸妆膏一样的浅绿色 但是唯一一点我觉得需要吐槽就是它这个包装的设计 就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包装在瓶口这里是做成一个这样有角度的一个弧度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快用空瓶的时候它剩余的膏体就是残留在这个内壁这一圈 然后我每次取的时候都要把手这样伸进去从内壁这样来取 就不是很好掌握它的用量 就除了它包装这一点我觉得其他的这款眼霜都非常非常完美 而且它价钱也不算很贵 我觉得算是春夏用起来比较安心的一款眼霜 然后如果秋冬想用更滋润款的话 那可能这个不是特别的合适 然后下面是一款就是我今年新尝试的一个类别的产品就是颈霜 然后颈霜里的大网红就是Clearance他们家的这个颈霜 这个产品其实我个人认为在Safora买不是特别的合适 因为我当时是在Selfridge 然后原价大概我印象中是50刀左右吧 然后Safora的话这一罐原价就大概是八九十刀 所以其实打八折的话都比Selfridge要贵 但大家如果没有其他购买渠道的话 那Safora八折还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颈部的皮肤确实是非常敏感 然后也是需要去特别护理的 因为颈纹明显的话确实是比较容易显得上年纪 但大家如果不想专门去买这种颈霜类产品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日常护肤用到的精华呀 包括面霜呀你把它带到脖子我觉得也是OK的 然后Clearance这款呢它里面的膏体是这种淡黄色 然后它的质地其实跟面霜的质地我感觉差不太多 他们家的产品基本上就是香精味很重 但是因为它涂在脖子上嘛 而且它这个味道其实还算好闻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太刺鼻 然后我每次就是取比面霜 多一点点的那种量 然后把它放到掌心 然后双手这样揉搓乳化加热之后 再带一点点按摩手法这样涂在脖子上 我觉得不能说它真的有消颈纹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它就像眼霜一样嘛 至少可以帮你预防颈纹的产生 然后下面是我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最喜欢的一款涂抹式面膜 就是Dermalogica他们家的这个多重维生素修复面膜 我基本上每次杀刮打折都会选一款 就是涂抹式面膜来用 它是我就是最近这一年多试到过的 所有涂抹式面膜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款 因为它和其他面膜的不同 包括像我之前用了切尔氏的金盏化面膜 然后还有Pharmacy的那一款蜂蜜面膜 我觉得它跟他们的不同就是当我皮肤非常敏感 就是不管用其他什么面膜 什么护肤品都会感觉刺痛的时候 这一款就完全不会 我一般就如果我当天有在外面暴晒 或者就是感觉皮肤非常干燥的情况下 晚上就会涂抹 大概就是在脸上留个15分钟左右 然后拿清水冲掉 第二天就会立刻恢复原状 而且我其实很喜欢它做成这种 牙膏的管状设计 就你取里面的膏体 其实比那种管状的要方便很多 然后它原价大概是60美金左右 其实我平时很少会回购涂抹式面膜 但是这款我这次打折一定会回购它 然后下面是Supergoop他们家的这个防晒霜 这个产品我觉得是Safra的所有防晒类产品里面 性价比最高的一款 然后Supergoop它是一个专门做防晒的品牌 然后之前我推荐过他们家那个防晒粉 我觉得就是非常方便很好用 然后这一款呢它是SPF50 PA4个加 就是我基本上每天上班都在擦的一款 然后它这么一大罐是70毫升 原价我印象中大概才20美金左右 所以我一般用它就是脸和身体全会擦 但是它的质地呢需要注意的是 可能对油皮来说是有一点点偏油的 但是我觉得干皮用它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说每次每次打折 就一定会回购的一个护发类产品 就是IGK他们家的这个干发喷雾 干发喷雾我之前有试过像Leaving Proof 其实也是很火的一款 但是我觉得相较之下 IGK这个它的控油力还有它的持久力 确实是太太太强了 就像我今天其实就是没起头 早上起来喷的它 像现在坚持到晚上9点了 我觉得头发的状态 还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 所以这个是我一般正装 包括它的旅行装 我都是会一直一直回购的 然后今天护肤类就差不多是这些 其实并不是所有类别都讲到了 因为有一些类别的产品我非常喜欢的 它们可能不是在Safira有卖的 所以之后呢 会在年度爱用视频里面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下面我们就进入彩妆类的推荐部分 先来从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个类别产品 开始说起就是底妆的部分 Safira卖的所有底妆品牌里面 我自己最最最喜欢的品牌 然后也是我用过种类最多的一个底妆品牌 就是Dior他们家 他们家的粉底我一共是有用过四瓶 然后目前已经就是用空瓶了三瓶 然后今天想要跟大家主要推荐的是 他们家就是Forever这个系列 然后一个是他们家今年春天的时候 新出的这个Forever Skin Glow 然后另外一款就是他们家 这个Forever传统的这款磨砂瓶子的 这两个我觉得他们其实妆效很不一样 但是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先来从就是Forever系列的这个Skin Glow开始讲 这个是已经我现在用空瓶的一罐 它虽然叫Skin Glow 但是我觉得它的光泽感并不算特别特别的强 我觉得至少没有我自己最喜欢的 苏酷的光泽感强 但是它是属于那种越液越美丽的妆效 我觉得它的妆效刚上脸之后的效果 包括它的遮瑕力 是和Pimergrass之前很火的那一款 是非常像的 但是呢它的持久力比Pimergrass要好很多 Pimergrass那一款呢就是它用久了之后 六个小时以上吧 就基本上毛孔也会越来越明显 然后遮瑕力也不够 但是Dior这一款我觉得它在持久性上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推荐它给干皮 然后瑕疵比较少的人吧 我觉得它毕竟是那种流动性很强的粉底液 所以它的遮瑕力确实是不太够 但是因为它质地非常轻薄 所以其实也可以通过叠加来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遮瑕度 然后下面就是他们家Forever这个系列的传统版 这个我觉得相较之下它的遮瑕力就会高很多 然后它不属于那种流动性很强的滋润型粉底 但是它持久力和这个一样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觉得它可能更适合就是混合型皮肤就是一年四季使用 然后Skin Glow这款我觉得就是完全针对干皮的一款粉底液 而这款我觉得它整体的妆效呢是和Shelette Tilbury之前很火的那一款的效果是比较像的 都是属于整体遮瑕力偏高 然后妆面比较偏雾面 但是随着一天这样时间的推移 它也是会慢慢透出你皮肤本身的光泽感 但如果你皮肤其实算是比较偏干的话 用它我觉得一天下来就像我这个区域会有一点拔干的现象 但是并不会有很明显的脱妆 然后下面是一罐就是我今年最喜欢的遮瑕 就是A Cosmetics他们家这个专门车痘痘的就是叫Buy Bye Breakout 但是他们家这个色号吧 我觉得其实Medium用它去遮痘印是有一点偏深 然后light的话呢又是有一点太白了 就遮瑕膏呢我一般最怕的就是它的质地太干 像我之前买的就是Fenty Beauty他们家那个遮瑕 我觉得用它遮痘痘的话就太干了 但是A Cosmetics他们家这一款它的质地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但是它因为毕竟是专门就是设计给遮痘痘的嘛 所以我一般就只会用它遮痘印呀或者是鼻翼泛红 然后如果像是黑眼圈或者是眼下提亮 我就会选其他的遮瑕类产品 然后下面是一盘我今年目前为止买的唯一的一盘眼影 就是Too Faced他们家前一阵新出的这一款Hot Butter Run 这盘它Saphira刚上的时候就打了八折 所以我当时立马就买了 我觉得Too Faced他们家眼影的质地是我在最欧美品牌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种质地 我觉得它没有Natasha Dinona没有Anastasia那么那么的上色 但是它又比日系的眼影要更上色更浓郁一些 我觉得它的上色度包括它的韵染力等等这些粉质的标准是最符合我自己平时化妆习惯 而也是最符合我自己平时喜欢风格的版 而这盘它首先包装就超级超级可爱 然后里面的配色我觉得也是非常秋冬非常日常的一种配色 其实它如果盖掉这两个角落的颜色 这个黄色和红色的话它就是一盘很普通很普通的大地色 但是一有这两个颜色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很不一样 其实它这个黄色和这个红色上演之后的效果 是没有它在盘子里面看起来这么浓郁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它画出来的效果会不那么日常 我觉得是一年四季都试用 然后任何场合都试用 然后也是出门旅行啊什么的 就是用它都非常方便非常好花的一盘 推荐它给大家 然后下面是两个高光 分别是我一个是去年打折 然后一个是今年打折买的 是Steela他们家这个土豆泥高光 然后还有BECA他们家非常非常火的这个MOONSTONE 然后我买的都是这种小size 因为我发现高光真的是用不完 然后再加上面布的擦妆品里面 我有属于非常爱买高光的 所以我就决定以后都尽量如果有小包装的话就买小包装 然后先来说Steela他们家这一块 如果大家有就是试过 Fenty Beauty他们家那块钻石高光的话 Steela他们家这个是个非常完美的替代品 因为Fenty那块真的很大一颗 然后Steela这一小块大概是四颗吧 而且也是不太可能用完的 它就是非常非常闪 而且它的闪是跟普通高光那种很细腻的闪不一样的 它就是刷上颧骨就是很特别 就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用了Steela 你是不是用了Fenty Beauty 它是属于这种 我觉得是我平时出门就是想要隆重一些的妆容的话 会擦的一款 然后下面BECA这款MOONSTONE 我相信这一块应该是不少人就是入手的第一块高光 因为它真的太太太火了 它火确实也是有它道理 首先BECA他们家高光的粉质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而且确实非常细腻 就是刷上脸完全不会显肌肤的纹理 然后MOONSTONE这个色号也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 这种黄调皮肤的 我之前很喜欢的那款Laura Mercier的烘焙高光是属于比较偏白的 然后MOONSTONE这款它是属于比较偏香槟色的 我觉得是更适合所有人肤色的这么一款吧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刷上手的这种效果 上面这个波光淋淋的这个就是Steela他们家那个土豆泥高光 它真的特别特别闪 但并不属于非常日常的 然后下面这一道很细腻的光泽感就是BECA的MOONSTONE MOONSTONE我觉得是属于每天上班擦都很好看的 然后下面是一款我最近一年非常喜欢用的定妆类产品 就是Hourglass他们家的这个蜜粉 这个我用了大概有一年了吧 但是我还没有用完 而且也没有想要去尝试其他的定妆类产品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很好用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混合偏干或者是干性肌肤的一个定妆蜜粉吧 我一般用它就是定我的眼皮 然后还有T区比较容易出油的部分 然后脸颊我一般不太会用它定 我觉得用它定妆呢 其实控油力不算很强 因为像我T区基本上三四个小时之后还是会泛油 但是完全不会脱妆 所以我觉得干皮可以去尝试一下 而且Hourglass他们家包装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它这个出口的设计不像很多那种盒状的高光 是好多孔那种很大的孔 特别容易一撒就是粉散的到处都是 它这个的出孔是这种小H很细的一个孔 基本上每次一颗出来的量就差不多是够用一次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然后最后就是我这次推荐的口红 其实这次Sapphora这个打折视频呢 我推荐的彩妆类产品并不是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今年确实是有在刻意控制自己买彩妆的量版 就一般真的是只有等到打折的时候 会去买那种自己种草很久的产品 平时虽然说会看博主的视频 然后也会刷小红书什么的 但是一般就是收藏一下 也不太会真的花钱去买原价的产品 然后口红就先是我现在嘴上这一个 特别适合日常上班上学的一个豆沙粉色 是娇兰他们家的这个贤飞色 色号好像是N03 这是我第一次买就是娇兰他们家化妆品 然后我这个壳选的是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中国女生都会选的 这个白色的大理石壳 我觉得这个口红它首先质地非常喜欢 因为我嘴真的很干 绝大多数唇膏我都要上打底 然后这款是我不需要上打底 也不会特别显纯纹的一个质地 然后持久力我觉得一般般吧 但是我也没有很在意 就是唇膏它的持久性 主要还是颜色真的很温柔很好看很日常 无论是你平时上班上学 还是说你花比较重的妆的时候来后擦它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然后下面第二支就是我现在嘴上的这个 是Armani他们家这个红管 然后色号是2011 非常非常滋润的一个质地 就比刚刚教完这支还要润 它基本上就跟润唇膏的质地一样 所以持久力确实是很不行 但是它真的补擦起来很方便 就你也不需要照镜子 然后就直接嘴中间一涂一抿 就很好看的一个效果 它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这种南瓜橘色系 是一年四季都很好看 很上镜的一个颜色 然后也很显牙白很提气质 然后Armani这个红管 其实也是我用过的Armani所口红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质地 他们家那个细的红管的唇釉 那个质地其实我非常非常不喜欢 因为它就是涂在嘴上 感觉厚厚的一层 就是敷在那感觉存在感特别强 然后他们家小胖丁呢 虽然说质地很轻薄 但是真的很拔干 这个红管它的质地就非常非常滋润 就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然后下面第二部分呢 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 我目前为止购物车里面的一些产品 一共大概十六七二吧 不是很多 因为我刚刚也讲嘛 就是护肤品我也不太囤货 然后彩妆我真的只是会买那种种草 很长时间的产品 所以这次买的东西并不算很多 首先第一样就是Tatcha他们家 前一阵新出的一个眼霜 因为我Pharmacy这款快用完了嘛 所以秋冬想买一款 更滋润的来试试看 然后眼霜真的用的非常慢 所以我基本上不太会回购眼霜 然后下面第二样护肤类的产品 是Dermalogica他们家的一个面霜 也是那种做成牙膏管状的设计 其实现在像面霜呢 我不太会买特别贵的 因为我觉得面霜最基本的就是最后锁水 所以不太需要那种功能性特别强大的产品 像我最近基本上就连续用了两三罐切尔士 他们家的那个保湿面霜 我觉得就很完美 然后Dermalogica 因为也是我最近自己非常非常想要尝试的一个品牌 所以呢就想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基础的保湿款面霜 然后下面第三样护肤类的就是我回购的Dermalogica 他们家的这个修复面膜 然后下面是三样我这次会买的彩妆品 首先眼影会想买一个Huda Beauty 他们家新出的这个小盘9格的 我会买这个Nude Medium这个色号 其实这个系列刚出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上的是Light那个色号 就感觉很温柔 尤其是里面的粉色还有紫色亮片特别特别好看 但是呢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发现 其实Medium会更实用一些 就准备还是买这个Medium 因为感觉里面偏橘呀 偏大地色系的颜色会更多 所以不光平时旅游什么出门逛街 我觉得日常上班呀 Medium这一盘可能是更实用的一块 然后我会买一个Armani他们家的液体腮红 因为其实面部彩妆品里面我还挺少买腮红的 然后我也从来没有买过液体腮红 然后这个是我在我朋友家住的时候 就是被他种草的 Armani这款它的质地确实非常好 而且它的持久性它的显色度 我觉得是对于新手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然后它这个包装我也很喜欢 就跟他们家小胖丁的那种包装是一样的 就拧开盖子以后直接就是点在脸上 就不像NARS他们家那种是挤的 就很容易挤多 不是很好掌握用料 然后我想买的是一个橘色系版 是31号 然后口红类的呢 这次打折我会买的是NARS他们家的Mona Mona其实也算是红棕色系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 其实今年秋冬很多大牌出的口红都很火很好看 就无论是从包装上还是从颜色上 就大家反响都不错 像是Dior他们家的唇釉 然后包括Armani红管新出的一些颜色 然后Tom Ford的细管 然后包括YSL的小银条 就其实选择真的很多 但是因为我很想买一只就是非常经典的红棕色 然后看来看去看来看去 还是觉得NARS他们家这个Mona 一它的颜色是最戳我的 二我知道他们家这个系列的质地 也是不太会拔干的那种质地 所以就觉得也别涂什么一定要买新品了 就还是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才最重要吧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Sephora八折推荐视频的全部内容 虽然说讲到的产品并不算非常非常多 但真的每一件都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 就是想要强烈推荐给大家的一些产品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并没有提到就是超值套装的部分 因为其实以我自己个人经验来看 我就我平时买超值套装 里面总有那么一两样是我可能用不太到 或者说感觉它会很好用 但是买回来就忘记放在那就不用的产品 所以我最近一年打折就基本上不太会买超值套装类的产品了 然后现在11月了嘛 就是包括Sephora 然后各大电商各大品牌的促销都在慢慢开始 我会在每一支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都列出近期折扣的一个信息汇总吧 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 但是希望大家还是紧身购买理性种草 然后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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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